区议会选举下个月举行 其类组织新青年联盟被指为危散兵 专届泛民在港独区的选票 联盟唯一发现李泽森首度延伸开空 我们整大班朋友聊天 开始讲政治 不如大家出来选择吧 不过李泽森的祖母对孙子参选有另一个说法 我问他现在做人是去派多少钱 他说万两元每个月 不过就是每天去派的 即是他不是很热冲于政治 不会的 即是他纯粹都是打份工 是呀打份工 他不想买什么 李泽森开了一间亡购公司 我们就根据注册地址上门 英门的就是李泽森祖母 他还意外地踢爆了李泽森收钱参选 我经常听见他的人说 即是说阿森森去选议员 他经常吃饭 我问他 我说你选什么议员 他没有 我太子 他说一万五元 我说一万元被人打 干什么鬼 他本身不是有办公 为什么还要赚九万五元 不是 那是派子嘛 不派子 派权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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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参选派权单 就是有万五元的人 是啊 他是一个业 我经常派的不是一日 我去哪里 我去派古城那里 那当然不是 那只不过是 我可能是出去做事 我自己本身做酒的 自己本身有收入 那我就不知为什么他 就会说我收了万五元出来 去做 李泽森这个回应都算牵强 祖母还说李泽森父母离婚 他读完初中就没读了 在尖嘴的酒吧打工 不过他似乎不知道李泽森曾经被控自称三合会成员 李泽森就承认曾经出庭应讯 但是用语言艺术刷走记者 我没有参与过任何三合会的游戏 我觉得这个指控都是 不是太真确 独居的祖母仍然深信孙仔不会学坏 家印孙仔指自己连烟都不疑 纯粹喜欢赚钱 他说什么 他都是说做生意的 我喜欢做生意赚钱的 那就是他去参选是为了赚钱 但是没什么 其实李泽森收取他人酬奴参选 随时可以惹上官票 触犯相关的选举条例 最高可以被判囚七年